大家好,我是栗子 Papi将因为孩子随父性被骂上了热搜 这件事真的又好笑又好气 好笑的是,这种事都能拿来被议论 好气的是,无知的人自诩的正义真的让人很无奈 Papi一直给人一种炫耀男女平等的感觉 结婚不办婚礼,过年和老公各回各家 这可把一群伪女权给赢坏了 好像Papi是他们的代言人 而随父性随母性这件事,近几年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到 《我国婚姻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性,可以随母性 而随着淡化父性意识和传宗接代思想 关注女童生存环境和性别失衡的倡议 越来越多的人将子女随母性 但是,倡导随母性的初衷并不是打击随父性 而将随父性定义为男权的行为 更是一种对姓氏代表着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 子女随谁性,根本不应该拿来被讨论 所以我才说这件事情好笑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Papi的铁粉 去干涉别人的自由 毫无逻辑的给人扣帽子 这种想法